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杜志勋说 也不能那么说 犯罪是会升级的 他既然当年杀侣爱情 现在一样能杀别人 尽管这些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但仍然极具危险性 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他这次付出的真正原因 因此对这个人要格外小心 现在博弈才刚刚开始 他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兴奋状态 我们要趁这个时期尽快抓住他 张瑞心悦诚服地说 我听你的杜组长 你现在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办法倒是有一个 什么办法 你 我 你当年参与过调查 对当时的情景还有没有印象 如果我拿凶手的侧鞋去对比的话 还能不能找出相似的人 气氛骤然紧张 所有人都屏息凝气 热切的目光集中在张瑞的身上 张瑞激动的脸色有些发红 努力想了好半天 最后无奈地摇里摇头 就说 时间过去太久了 当初我和别人一起走访调查 接触过的人都算上有上百个吧 现在要让我全记起来 老实说我实在记不住了 再说当时我对案情了解的也不是特别详细 对凶手的认识也没有现在这么精准 也许我真的无意中遇见了凶手 可是我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意识到 那你是不是还有当年的调查记录呢 不全 但大部分我还保存着 那也行 至少我现在已经有了方向了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凶手的掌纹 下一步的目的就是找到能与掌纹相匹配的人 你是想做一个摸牌 正是 那这个范围可就太大了 这么多年过去 我当初调查过的人 现在肯定已经各奔东西了 说不定全国各地哪都有 要全找到不容易呀 杜志勋问张瑞 也是在问大家 那除了这个办法 现在谁还有更好的办法们 张瑞没有 其他人也没有 但至少 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 凶手还住在兰京市里 杜志勋很有信心地说 他这一次是完全按照当年抛尸的地点 抛弃那些碎猪肉的 殊不知这二十年里 兰京街区街道和建筑 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怎么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只有一种可能 他这些年都没有离开过兰京 自然对兰京的城市变化了如指掌 甚至有可能经常去到当年抛尸的地方 自然对这些地方十分清楚 郭荣荣惊心地说道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调查范围不是缩小了很多吗 还可以进一步缩小 杜志勋说着 从桌上拿起早已经准备好的市区地图 拉过白板 用磁铁把地图固定在白板上 他拿起一个红色的记号笔 在地图上标记出一些红色的点 这些地方是绿爱卿当年被抛尸的八处地方 上海路大闸银响市三号垃圾堆 华侨路工地 南大天津路校门附近 小粉桥附近小区垃圾堆 南大汉口路校医院附近 南大抵御场 水族港附近某小区垃圾堆 水族港附近某处下水道引勾盖 所有人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 都集中在地图上 那八处醒目的红色标记上 在犯罪地理学中有一种说法 叫做远抛近埋 也就是说 如果抛尸地点距离凶手的心理安全范围接近 凶手都会选择埋尸 如果相反就是抛尸 那么抛尸地应该距离凶手的心理安全距离较远 什么是心理安全距离啊 就是一个人日常最熟悉的地理范围 包括住所工作单位和经常去的一些商场等地方 在平时这个范围为我们提供最大的生活便捷 但对于凶手来说 却是一定要让被害人的尸体远离跟自己有联系的区域 实在没有办法转移尸地的情况之下 他会选择就近埋尸 可能的情况 他会尽量把尸体抛到心理安全距离之外 在我们这个案子里 吕爱卿的尸体没有被掩埋 全部是被抛弃处理 说明抛尸地点不在凶手的心理安全距离之内 那么那些区域都不是凶手的生活圈子 其次 抛尸还按照头远身近的规律 能够容易识别身份的部位 被抛弃在最远的地方 例如吕爱卿的头颅和衣服 这些具有明显身份直向性的东西 被遗弃在水族港的两个区域 距离其他六处抛尸地点明显远了很多 而距离凶手的心理安全区域应该是最远的 这个在地图上就能够清晰地看到 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重点了 尽管凶手遵照这个规律 刨尸尽量远离自己的安全区域 但也是不会无限制地远离 超出他的控制范围 他心里有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如何确定呢 犯罪地理学中有个著名的圆周假设理论 就是一系列杀人案件中 以地理位置最远的两起案件 连接的直线距离为直径 直线的终点为圆心 做一个将所有犯罪地点包括在内的圆圈 根据统计 从广义角度来说 守候列举性的杀人犯 作案区域的和生活区域往往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圆圈区域是连环杀人犯作案效率最高 有最能规避风险的区域 难打碎尸案的凶手 是典型的守候列举型的杀人犯 虽然看起来只作案一起 但是他抛逝的方式 意味着要承担连环作案相同的风险 因此圆周假设理论同样适用 杜志勋说着 拿起桌上的三角板 选择水族港头颅发现地 和上海路大闸银像的两个红色标记 画了一个直线 将两个地点连在一起 取线段终点为圆心 用尺子抵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 并在中心点标记字母A 然后他说 现在八处炮尸地点 都被包括在这个圆形区域之内 根据圆周假设理论 难打凶手的一切作案活动 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之里 A点就是无限接近于住处 或者杀人分尸的地点 在座的所有警员们出现骚动 难道凶手的位置就这样被标记出来了吗 终于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 不会有例外吗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